创新吃法还有中式汉堡就是挂包 原本是放酸菜 控肉等等 现在改放番茄 生菜跟海鲜 吃起来不油腻 再配上冰品 寒天饮料 轻食的挂包 新吃法 吸引不少客人尝鲜 香喷喷的挂包出炉 只是油腻腻的 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那尝尝这种新式挂包 吃起来口味如何 以前挂包是比较费 现在这是没费 它配合了鱼松 配海鲜食材 感觉吃起来蛮爽口的 气不油也不腻 这到底是什么挂包啊 它是跟一般挂包非常不同的 就是加了寒天 冷的时候它的口感还是非常好 原来业者把素食店汉堡的概念 用在挂包上 创造出这种中式汉堡 不仅面皮有特色 里头还有生菜 番茄 美乃滋 更把基隆海鲜特产入味 我们继续把基隆有名的花枝牌 鲜虾牌 然后我们的尾仪牌 然后我们基隆最有名的 灰卵香肠 墨鱼香肠 然后还有鱼松 把这些盐树再变成一个一个的 海鲜挂包 创新的挂包新吃法 少了油腻 改走青石峰 再配上海鲜冰品 寒天饮料 难怪一推出 就吸引韬客上门尝鲜了 明日新闻 陈宗瀚 吉隆报导 我们去试买 宣伤 好 我们来到